我看到这个梅花盘 我跟你们说一下啊 这云过冰煤盘啊 一般像这个冰煤盘呢 反而比冰煤灌的年份要早 一般都是落在道光里面啊 道光咸丰里面 那么这种市场上的老的冰煤盘是挺少见的 那么 反而像这种看见没有 这种 这种比较多一点啊 这个是仿那个康熙的冰煤 仿太队的啊 我们近期会到一块老的 老的那种清中期的闭煤 大家就知道 还包括左边这个盘子 也是仿康熙的这种年生柜子银细 荷叶图的这么一个盘子 大家就注意了 走到这一片啊 感觉就非常熟悉了 都是我们熟悉的这种外销回流的品种 很多大部分我们都买过啊 然后我们看看有没有比较特殊一点的 没有拿过的 我们来选一选 还有这种瑜伽图 这种都比较少见的文士 大家反正仔细看清楚就对了 对于少见的文士 还是要多多看清楚啊 有很多现在 市场上面一些比较特殊的文士 很多回流池里面就会有新的 懂吗 也像这种盘子 其实现在都很贵了啊 都是过万的价格 一块要过万 这种东西其实 没有那么便宜到你们手上 咋咋咋试试的 玩这些品种 像这边这些广彩的品种是一定是老的啊 懂吧 市场上有些一定是老的 有些是有问题的 所以你们不要去贪那种高级 贪大货啊 这种事一定是对的 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大家在买东西的过程中 一定不要去理解知识 以前我们说过 外销池其实 大部分是老的 我们指的是那些开门的东西啊 像这些广彩类的 包括这种广彩类的东西 都比较开门的东西 几乎没什么新的 但是一些特殊的品种 包括像这种杯子啊 这种杯子还是有 挺多厚座的啊 典型这一批都是厚座的 不是老杯子 这个大家也要注意啊 那么这里有一个乾隆风格的一个植壶啊 看着很漂亮 但是你要细看一下这个东西 味道还是不太不太对啊 感觉不太对的一个东西 大家所以注意区别 或那个冷物的 包括这种啊 墨彩的这种根牛土 嗯 这些都是露坟相当高的这个壶啊 价格很贵的 但在这里估计都很便宜会出给你 那几个广彩肯定是没问题的啊 包括这些广彩类的是没问题的 但是这两个壶呢 都比较存疑啊 底下 大概看一下 做旧的痕迹都比较明显 有明显的做旧痕迹啊 而且包括右右右舍上来呢 也差一点 所以这个 迷惑性挺大的啊 一般人不注意看的话都会被 被错判 但是我们应该是能看得出来的 看看这个东西怎么样 这个是洛克菲勒型的 什么叫洛克菲勒型的 就大量的这种苗巾 细路会开窗铺满地的这种风格 洛克菲勒型的 这是广彩中的官窑精品 但其实这个东西可能大面上你看的都差不多啊 画的挺好的 也有模有样的 但是见了一万万的去看一下细节 包括里面观察 看完之后就发现这个东西是不够年纪的啊 这不是乾隆的啊 是现代的一个仿品 这个东西可能大家真的是容易错派 所以呢 呃 外交池呢 也有仿的 但是呢 他在这个 主要是仿在一些高端的 产品上面啊 越你玩高端 越要懂得分辨啊 像刚才这两个是没有问题的啊 这两个花鸟的 开门的 我们一看就知道 还是你得多玩啊 这种东西多玩 另外呢 即便你有些是没有买过的 但是你通过细节的分析推理也能够知道它的真伪